如果你不打算慢下来细桥 这个地方不过是你眼里 破败的码头 闭塞的小镇 但你不知道的是 以前很多晋商巨富 都是从这里北上发迹的 民情最繁盛的时候 吕良林县汽口码头 每天最少停着150艘船 货站的当铺标局票号 不满整个街震 车水马龙好不热闹 汽口是指淤积的乱石浅滩 这个宽广的黄河 到这里突然变窄 下游的河水异常湍急凶猛 这巨大的落差 使得上游来的商船 只能在汽口停泊转为陆运 再由罗马骆驼将物资运到各处 战乱时期 汽口也是华北通往沿岸的 主要运输口岸 所以古镇内阳 依然保留着许多红色建筑 离汽口古镇不远就是西湾村 西湾村坐落在30度斜坡上 背山面水被高墙包围 有五条街道串联 户略相通 村是一座院 院是一山村 层层叠叠 错落有致 又不乏和谐统一 三体与建筑完美结合 一砖一瓦都透露着 近西北浓郁的民俗风情 古朴而单纯 宁静而幽远 如果你在灯红酒绿的都市迷了路 你在这里会找到你自己 屁宁靓 你必须在那边 你认为文静